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三师兄田姬 才是少林足球中隐藏最深的人 相比于其他五位师兄弟 田姬可谓出场即巅峰 他西装革履从高档鞋子楼出来 开口闭口就是一秒几十万上下 再看看他手里拿的什么 左手是一部小巧的手机 目测型号是2000年上市的诺基亚8210 按照当时的定价来说 大概要上千元 田姬不仅用得起这款新手机 而且他还有两部 后面足球训练时 他就一手拿着一部 貌似很繁忙的接打电话 他的右手则是跨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这个东西在当年至少也得上万块 还有他手腕上拿明晃晃的金表 这些东西无一不再彰显着他的富有 可大家回想一下其他几位师兄弟出场的情景 大师兄在酒吧打工 动不动就要被老板几个酒瓶子伺候 二师兄生活落魄 靠给人刷马桶刷盘子赚钱 四师兄闲鱼一条 整天在家混车等死 五师兄的就是周星驰靠剪破烂为生 六师弟林子聪在超市当导购 一看也是那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 后来这些人决定一起组队踢球 从他们的天台出场 我们也能看出只有三师兄的衣着最得体 包括后来大家在一起训练时 也只有三师兄穿着一套正规的球衣 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 田基和其他几位根本不是一类人 而且此前他曾算过赢球的概率几乎为零 其他几位踢球不是为了梦想 就是为了钱 那么不缺钱的三师兄到底为什么踢球呢 真实原因就是为了爱情 还记得他们在赢球后接受采访的场景吗 三师兄在镜头前显得异常兴奋 其实他这样做 无非是为了让喜欢的人看到自己 之前四师兄受伤退场 他主动站出来要当守门员 因为知道这一场非死即伤 所以最后一刻他给阿珍拿出了一通电话 20年来从未说出口的话 就在这样一个契机下说了出来 不许田基参加此次比赛 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30年前的唐博护点秋香 才是美女如云 拱力饰演的秋香并不是最美的 首先我们来说说 华府中的春夏秋冬四香 除去拱力的秋香不说 饰演春香的是贾天怡 他最有名的一个角色 是天龙八部之天山同脑中的阿清 一席紫衣 朱唇文起 每眼间就是万种风情 只不过他演的戏不多 后来也是早早退出了演员圈 饰演下乡的 是TVB四大花旦之一的 萱萱 这位的颜值不必多说了吧 他无论在香港还是内地 都比较有名 代表作也是数不胜数 妥妥一个 即才华与美貌为一体的女神 饰演东香的演员名叫温翠萍 她是模特出身 曾获得环球中国小姐学美亚军 后来也参加过世界环球小姐比赛 且世界排名为11名 要说颜值绝对算是高的 除此之外 电影中唐伯虎的八个老婆 也都不简单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就是号称亮绝舞台山的蓝结英 要说她比秋香还要漂亮 应该没人反对吧 不过她最让我惊艳的一个角色 是大花稀有中的春三十娘 这颜值真是顶到天了好吧 可惜好好一个美女 后来因为某些事崩溃抑郁 最后也是闹得个凄惨离世的结局 扮演唐伯虎八个老婆的演员 其实都不差 但另一个出来 放到现在都能成为顶流 谁娶到他们 做梦都要笑醒了 可惜对于电影中的唐伯虎来说 这些都是货不是福啊 谁能想到功夫中火云邪神的经典形象 竟然是周星驰的临时起义 原来在最初的剧本设定中 火云邪神是一个超级英雄的形象 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地中海造型 其实这个角色 一开始周星驰是想找谭道梁出演的 只不过当时谭师傅的腿受伤了 所以就无缘参严辞骗了 后来梁小龙到周星驰办公室试戏 当时他戴了一顶假发 于是周星驰就问他 介不介意把假发拿下来 梁小龙听后也是毫不犹豫的照做了 这边周星驰一看他这地中海市的发型 随即觉得这才是火云邪神 该有的样子 当即就问他 愿不愿意就以这个形象出演火云邪神 梁小龙这边自然是同意 虽说这个形象刚出场 确实让人觉得有点平淡 就连斧头帮老大都怀疑 阿星救错人了 但随后一招手指加子弹 那是立马寂静思作 看似一副满不在乎 人畜无害的样子 实际上是没有遇到合适的对手 就连打神雕侠侣夫妇 他都没有用尽全力 还是最后碰上觉醒后的阿星 他才认真起来 使出了失传已久的蛤蟆弓 而这一战也算是全片中的高潮部分了 居然是昆仑派的蛤蟆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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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是昆仑派的蛤蟆弓